中文字幕 李宗盛 感觸不少 畢竟在這個球隊待了12年 我自己是覺得說 一方面不捨是覺得說 對這個球隊是有一定的感情在 畢竟這個好像就是自己一個家一樣 我們當選手還是把專注力放在球場上 比賽訓練上才是 我覺得才是重點 如果就是很順利的拿下的話 是對整個人生都是一個美好的回憶 對 不管怎樣其實 就是先把限制專注放在球場上 那結果怎樣 就七三四滲透就知道了 心情當然是一般面謝謝教練團的肯定 因為我能夠再隔那麼久 然後再入選28年名單 那一般面也是很開心 上面學長能夠幫忙 能夠協助 能夠提醒 這是我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看他們就覺得自己剛進來的時候 不會有那種見待的感覺 欸 學弟又要影響到我 然後我自己如果很認真的話 學弟也可能會看在眼裡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去加油這樣子 我覺得互相影響是好事 人生的歷練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受傷或是表現好的時候 還是任何情況下我覺得都是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當不好的時候自己也是享受不好的時候 就是你會知道說你必須該做的是哪些事情 必須去面對的是哪些事情 心情起伏不會太大的話 影響到比賽的話 不見得是好事情 但是就是環境是好的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對手這樣子而已 當然 季歐就是國中環境戰是期待的啦 但是還是面對對手就是兄弟而已啦 不會去想說滿場球迷 因為畢竟當然出場有出場優勢 但我們他們球迷都是為我們交友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專注力放在對方 這樣就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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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